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域辣椒虾能让你辣到18层地域 虾肉鲜甜爽脆但又带麻辣香气 宛如垫及舌尖 当然一下子就把你打到地域去那种辣度 但是要慢慢让你回味无穷 一入口的时候是忙抓到你的胃 但是你会越吃越想吃 虾到爆的料理还有这道荷叶白勺药扇虾 把当归黄芪等六种中药材一起熬煮 再跟绍兴酒以及泰国虾放进袋子里 利用水压挤出空气 腌制两天入味 最后用荷叶摆盘增添香气 虾肉带点淡淡酒味 肉质细腻有弹性 用酒的温性去把药性先提起来 再和虾子做结合 这些菜色全都是主厨阿海纳研发 他可是一名环境料理师 也就是选择不破坏环境的食材来做料理 原本是媒体人的他曾经转行做贸易 后来在一场表演餐会上意外发现自己有厨艺天分 这样的能力或许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我做出来成盘的方式 还有摆设摆盘可能就是耳濡目染 从小在饭店里面 然后跟着爸爸在旁边看 从小跟着主厨父亲穿梭饭店餐厅内耳濡目染 无意中学会一身好功夫 甚至以前的味觉记忆都成了料理创作的来源 你的想象里面就已经有味道了 你吸的那个味道在你自己心里面已经知道了 那个味道的形状已经有了 这个时候我再回到厨房里面我把它还原它了 也因为做过贸易工作经常周游列国 结识不少外国主厨 彼此切磋厨艺 以台式灵魂为火苗 燃烧出五国界创意料理 他展示了我如何煮 和做它 像台湾式的风格 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风格 它是非常酷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 蕴含日式做法的这道虾膏饭 先把虾头炼虾油 虾膏烤过再打碎 做出来的虾松跟虾油白饭一起搅拌 款款而起的香气令人着迷 这道黄金虾膏饭 把虾子运用得淋漓尽致 米饭结合虾膏满口生香 用泰国虾做出千变万化的五国界料理 让每个顾客湿尽嘴里 予予无穷